人生于世 自古均免不了一死 即使是世间的圣人 时候到依然的死 只有出离世间的圣人 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 但是佛也费一下升级是佛 是经由逐步修行才正得佛果 所谓 公修公的 仆修婆的 不修不得 所以大家必得相信人人的死 可是死不打 因为死后必在六道中轮回 而六道中人天难得 堕落三图就苦不堪言了 为时纵有所谓的三量 其中量字 就是分寸都或称的意思 物品经由天秤称量 就有了标准与凭据 至于交界的纷争 当如何折中呢 就要一胜原量 也就是以佛所说的话为斗量 为标准 这样正确答案出现了 修行就能有所一平 比方说大家修净土宗 修得如不如法呢 如法就是净土宗 不如法就是乱丝无头 我们净土道场 讲究的是净字 修行人不是道道场中求愿哪 而是求功的与求善根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最大的善根 只要你念道心净了 就是居于净土 若心中不净乱七八糟 就是前面说的乱丝无头 如此心理意识是这 意识又是呢 必不能得到真实利益 所以参加打佛七十九一心不乱 必须念念在符号上 这样才能往生 凡之成天念这经念那经的 毫无修法次第 就是乱丝无头了 大家果真信了 六字鸿鸣 就能证果位 不信 把喉咙念破也是枉然 求一心不乱是佛经口宣说的圣言量 净土宗最重要处 就是待业往生 业是业力 你造的业还在身上带着 这就是烦恼 只要将烦恼扶住就可往生 断了生死才叫涅槃 这都是佛所说的 如果怀疑佛说 认为不对 那你还学什么佛呢 以下讲一首记作为检测 幼字以外皆非一 难与弥陀改应时 圣量是佛亲口说 愿如快刀斩乱丝 幼字是那摩阿弥陀佛 初念这六字外 其余皆非一 你在念佛 心在干什么呢 心不在六字上 就不能与佛改应 万思无头震老言语 是圣原谅 一团乱丝 两无头绪 及时才已能抽定呢 愿你拿把快刀来 马上一刀两断 就一心了 就不乱了 阿弥陀经上 明明说有极乐世界 是有金 银 琉璃 蜘蛛 玛瑙等所庄园 这都是佛所说 如果你不信 偏说喜欢青草地 那就只有各随其类了 既信净土宗 须之最要紧权在这六字上 大家别说它浅 如果解悟的深 就深 解悟的浅 就浅 权在个人呢 同修们 赶快求一心 快刀斩乱丝 佛语不虚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